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星期一 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在今天焦点 和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一定要讲的 当然是东京奥运圆满结束 很坦白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国家队依然能够交出38面金 32银18铜的佳积 作为中国人真是倍感自豪 港队也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 拿到一金两银和三铜 用实力去证明了我们香港的运动员 一样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再一次恭贺国家队和港队的运动员 大家要继续加油 我们转一转话题 我们就想讲上星期发生的 港大校务委员会 在上星期8月4日召开了特别会议 决定禁止所有参与 7月7日 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的 学生进入校园的范围 禁止他们使用大学的设施和服务 直到另行通知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其实就不是很大回响 有回响的都是很多 很多正常人觉得 其实这样做应该都是合理 要让这班学生 不要那一小撮的学生 代表了港大那三万多个学生 但是事情在两天后就有个新发展 港大校务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之后 在8月6日就有7名的港大校董 联署发出了一封 至香港大学校委会的公开信 大家首先要知道 港大的校董会就有过50位的校董 今次联署公开信的 写这个公开信的 就只有7名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其实那个数量不是很多 他们说他们写些什么呢 他们就认为这个决定 其实在实质上面 是等同同学生 采取严厉的纪律处分的 上面也有引用到 香港大学条例 规程31第2 括弧一段 大概列了15种大学处理 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 他就说 今次被校委会处分的学生 并没有触犯到其中 任何的一项行为 他们还在声明里面提及 他说学生的行为 可能是触犯法律 警方也都在调查当中 但其实事实上 并没有有任何的学生被检控 规程31第2括弧1A 学生会会长冯伟光 就在对传媒有这样说到 他就说 不容许鼓励恐怖主义 挑战道德的底线 校方还未开除这班学生的学籍 已经是留了一线 其实真的很同意冯伟光说的 你三十几位完全不用脑 去做这些事情的所谓大学生 你真的想代表了 其余那三万一千多个香港大学生吗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 讲师张达明 就在当日8月4日 港大校委会一宣布了 不让他们再进入校园之后 他就已经决定了辞去这个校委会 他说因为他感到很难过 认为学生是做得不对 但是道歉了 又说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地方 为什么不可以原谅他们 你想想 就算你说堂堂一位大学法律系的 首席港师 也会觉得当你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的时候 你可以道歉就算数了 为什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呢 为什么可以继续重容和包庇呢 如果做错了事或者涉嫌中犯法律 你觉得真的道歉就可以草草了事吗 杀一警白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经过这两年的社会运动之后 很多大学生都会觉得自己永远做的事 不需要负责任就可以胡说出来的 所以我绝对是同意香港大学校委会 坚持他们的决定的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